教科书籍的速刷副本套路比作弊还效率 您有没有注意到 别人刷副本只需要二三十分钟就能结束 而你却需要消耗近一个小时 而且你所得的奖励竟还不及他人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 速刷副本的四个套路 故事变从这里开始了 1. 秘境降妖副本 很多侠客在过秘境副本时 常常会在最后一关卡住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前排的秘境鬼匠 他们会集中点杀宝宝 一旦宝宝死亡 角色就会承受成敦的伤害 但你知道吗 秘境鬼匠点杀时 会选择血量较少的宝宝 使用如落盐 烈火等伤害极高的小法术 为应对此招 你可以找到血量少 且带有四吸收技能宝宝进行抵抗 更妙的是 若为其装备上灵光镜内单 将有高达67%的几率吸收所有法术 一只宝宝便能为你分担过半数伤害 若条件有限 不妨试试野生四吸与湿 它也能为你带来不小的帮助 2. 红孩儿副本 进入第二环任务时 你将面对一群泡泡 不过这些泡泡并不会攻击你 你只需要连续防御三回合 战斗便会自动结束 就可以进入下面的战斗 3. 水陆大会副本 五开做水陆副本 前置的单人任务总是让人头疼 但你知道吗 单人任务中的装潢任务分为两种 一是盘头树驱赶坡猴 二是采集一些木头 只要任务类型一样 就可以组队进行战斗 完成后队伍中的每个人 都会同时完成任务 其次做完单人任务后 进入到领法宝环节 这个环节是最容易刷隐藏的捣乱害虫 若未能刷出隐藏的捣乱害虫 不妨尝试离开副本场景超过30秒 提示你已出虚拟场景 身上宝物化作一道悬光消逝 宝物消失后再重新领取 返回原NPC处再次领取宝物 等于刷新隐私任务 这样你就有机会刷到隐藏恶虫 若没有可以多次尝试 这个是获得珍珠几率最高的任务之一 4. 黑风山副本 第一环的单人任务同样漫长 其中找到玄藏法师抄写经文部分 是可以辅助粘贴的 一共就15句经文 打开TXT直接复制 没有文本的可以找我所要 而其在做镇山太保任务时 会要求你找些水来灌溉蔬菜 大多数会来到水池边打水 其实需要来到83.71处 使用水桶就可以打水 可以避免走很多渊路 还有哪些副本技巧 评论区见哦